好 换你接过来 好 我们大概先来做一个像这样的影像出来 那第一个要做的是 我先把这张照片拉过来 这个大概是好像是其中一个完成档 关掉好了 我现在大概有两个图档 那其中一个图档呢 像这个我把它拉过去 我可以先 整个先全选 然后 到这里来贴上 贴上以后 做大小 形状的一个调整 Ctrl T ALT 续番子不放 稍微调一下它的位置 这边呢 现在设它的混色模式 为 时光好了 这边有个hot light 那再来呢 给它一个涂层遮色片 使用笔刷工具 刷黑色笔刷 这边可能 先把它的不透明度跟流量 上色100好了 先把一些不要的大概刷掉 然后我要保留的 再把它刷回来 这时候用小一点的笔刷 用刮弧键 好 再来呢 可能就用 刚刚的那些图片 去叠 效果出来 好 比如说像这个好了 这个可以叠到最上层 一样是 色彩增值之类的 效果 调淡一点 Ctrl T 再找一张 这边按Ctrl U 这边可能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它的 图片区需要先点真化 Ctrl U 调一下它的饱和度 设定它的混色模式 色彩增值 加深颜色也不错 好 再找一张图 这张好 这张图片 Alt按直播放 调一下位置 混色模式 也是自己调一下 嗯 覆盖还不错 好 在这个石头的这个图片丢进来 一样按右键把它转成点真化的状态 再 贴在最上面好了 那这边的混色模式也调一下 从这边开始调 这第一个好像就还不错 可以让它身体裂了乱七八糟 这边的把它的不透明度 稍微降一下 降一点点 然后再来给它一个图层色色片 把不要的地方刷掉 刷黑色 这个时候其实你后面的东西要调 这我也把它点真化好了 右键点真化图层 这边你可以按Ctrl L Ctrl这样L 叫出色阶 好 好 这边做一点调整 好 其他图层也是一样 你都可以Ctrl L 叫出来 色阶做一点调整 这个地方好像变太亮了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给它一个图层色片去刷一下 那个地方让它变透明一点 刷回来好多看一下 刷回来颜色比较深 那刷回来好了 OK 好 这个图层也可以稍微调一下 这个图层也可以稍微调一下 点选以后按Ctrl L 看一下怎么调 比较 好像暗一点比较好 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太亮了 所以可以在上面再堆叠一个 破光度的调整图层 破光度设定一点 还有干嘛值做一点校正 粘住在左下角这个地方 因为感觉上已经没有细节了 这个时候 曝光度的调整图层填满黑色 刷上白色 白色的笔刷 用白色的笔刷 那这边不透明度流量 这个先用这样的一个数字 雪碟 因为有些地方没细节 那这个不透明度可以再调一下 好 大概是这样子 那记得那个其中作业呢你要交两个档案的一个档案是像这样子 这是各个图层都还在另外一个把它转存成 JPG档所以你存的时候注意一下它这里有一个定存新档 卡片卡片 另存新档这边可以存PSD跟JPG各存一个档 好就这样子 那那个缴交的时间我有讲你自己去网络上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先来来 左边的关系 如果他们可以订阅一下 我可以订阅一下